那第九十条呢 太阳病 发汗 汗出呢不解 其实人发的心下剂 头炫 生润动 正正欲辟地者 真五汤组织 真五汤跟 凌贵树干汤 两个汤剂 都可以治疗 晕眩 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凌贵树干汤呢 它是治疗 中胶的水瘾 水瘾的时候 就是凌贵树干汤 你会发现到 贵枝是在通充卖 所以贵枝呢 能够降溺 降溺 降溺就是 气往上冲呢 贵枝能够把它压下来 加上白竹茯林 把这个丝排掉 所以说凌贵树干汤 是治疗中阁的水瘾 真五汤呢 头昏旋 头很重 上重下轻 头要摔倒在地上 这个真五汤呢 是温中 温中除寒 所以真五汤呢 我们用腹脂 为什么用腹脂呢 就是因为腹脂是 这个热药 茯林是三 勺药是三 生姜是三 白竹是二 泡腹脂一枚 也是泡腹脂一枚 差不多三千 三千 你看那个凌贵树干汤的时候 茯林是四 白竹是二 就比它多一点点 真五汤呢 在这边 茯林那比白竹多一点 那那个 那个凌贵树干汤的话 比它更多一点 四比二 这里是真五汤是三 跟二的比例 那白竹本身是去丝 那茯林呢 是把这个丝要 削倒 小便排掉 你如果说 今天不开茯林 光开个白竹 去丝了没错 这丝还在里面 出不来啊 要 这个没有懂你的意思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对不对 你如果 所以你开了白竹 没有开茯林 要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如果开了茯林 就告诉这个药 这个丝呢 我要从小便排出来 那这个人呢 本身是下胶 含盛阳不够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用 腹子 用泡腹子 泡腹子很热啊 一下去 把这个水就气化掉了 所以说一方面 是我们要沥水 一方面要把水的温度增加 这样是小便才会倒出来 那倒出来以后 又怕这个人理虚掉 所以我们用 勺药跟生姜来做补药 当中你都是用 勺药跟生姜来当补药 所以 蒸母汤就这样来的 还有这种人 会需要用到蒸母汤 平常你看那个人 胖胖的 然后没事呢 有事没事 不管天气热天气冷 都一直流汗 不止 忠失之人 伤痕论里面说 中风 伤寒 温病 还有失 对不对 忠失之人 平常呢 他就是失很深的人 失气很重的人 我们知道 失伤于下 伤于下 就是你久坐失地 你觉得居住的地方 比较潮湿 对不对 好 失在下 从下面开始 伤到人身体上面来 那平常就是 失气很深 里面都是失 那一喝水 一吃汤啊 一喝汤药啊 一喝热汤啊 或者是一动 就开始不断的流汗 那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啊 这种是中失的人 那失很深的人呢 他水没有办法温化出去 你光是凌贵苏干汤 清不出去的 因为他里面失已经在太久了 失在里面太久的话 这个失会变成寒失 那这种情况 情况的时候 失很盛在里面的时候 人会 头昏眼花 头昏眼花 晕眩很 很厉害 那这个时候 也是一样 是真武汤症 真武汤症 好 所以肌肉润动 也是用真武汤 所以说凌贵苏干汤 和真武汤的差异 就在这里面 所以遇到寒失的人 头昏 就是真武汤症 遇到中阁有水的时候 凌贵苏干汤 凌贵苏干汤就是很简单 你没有寒失嘛 寒失的人 你一查就会知道 比较慢 比较细 比较小 比较慢 然后脚脂冷的 然后这个 口可不可 不可 那失很胜的人呢 没什么胃口 吃不下东西 那脚没有力 因为失伤于下 失伤于下 下肢会受到失的伤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脚的风支关节炎 两个怀裸的关节 或膝盖的关节 为什么你知道 一伤会伤到膝盖的关节 这个我们有三个阴骨 我们叫骨三阴骨 这个当然是出自皇帝的外经 一个是头顶 小朋友 我们两三岁以后 收合了骨头 从骨这边 另外一个耳朵后面的骨头 还有一个是膝盖的骨头 那个膝盖骨 这三个是骨的三阴的所在 三阴的所在 那失伤于下来的话 会伤到下面的阴骨 就是膝盖的骨会伤到 膝盖的骨会伤到 那我们介绍后面 临床致症的时候 耳朵后面的骨头 头顶上的骨头 在中医辩证上面 都有帮助很大 帮助很大 所以说你现在可以知道 蒸骨汤跟凌桂酸汤的 两个差异在哪里 所以我们用泡腹纸会用到的时候 一定是温阳化水 因为湿袋里面 用泡腹纸下去把它加温 你看那白猪去丝 茯林去水 有没有 张仲锦在沥水的时候 他很少用干草 不管是干草还是制干草 它有蓄水的功能 蓄水 所以说我们 菌业不够的时候 我们会用干草 下去生津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排水 你把干草下去去干嘛 所以五菱散 你们有没有干草 没有干草 所以说 真的我们在制裁 积水水种的时候 尽量不用干草 张仲锦也是不用干草